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眼镜蛇效应 眼镜蛇效应是指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 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说 怎么在印度这个地方眼镜蛇会这么多 所以他下令啊 今天你只要抓到一只眼镜蛇 拿着眼镜蛇的皮 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奖金 后来呢很多印度人就开始靠着抓眼镜蛇来赚取外款 可是后来呢这个政策它出现问题 因为很多人开始在家里面养眼镜蛇 养大之后再拿着眼镜蛇的皮 去跟英国政府换钱 那这件事情后来被英国政府抓包 那他说以后啊 如果是你家里养的眼镜蛇 那不能够换到钱这样子 那印度人想说 那我养这么多眼镜蛇干嘛 所以开始的将他原本家里养的眼镜蛇再放生出去 所以到最后眼镜蛇的量并没有减少 反而更多 这件事情可以说明 当一个政策 他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配套措施 就急匆匆的上路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更加严重